好,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三场比赛 一场英联杯的比赛,一场德杯的比赛,还有一场意大利杯的比赛 第一场是艾克赛特城和这个米宝的比赛 第二场是门星和海登海姆的比赛 第三场是伯罗尼亚和维罗纳的比赛 咱们首先来看第一场啊 第一场是艾克赛特城和米宝的比赛 那艾克赛特城的话目前是排在英甲第17名啊 仅仅是领先英甲降级区3分 那目前的话有较大的这个保际风险 米宝这边的话是目前排在英冠第10名 落后这个排名第6的赫尔城3分啊 处于这个冲超球队的行列当中吧也算是 那网季双方的话其实没有这个交手记录的话是没有的啊 那近期状态来看的话 艾克赛特城这边近市场比赛是一胜一平八负的一个战绩 米宝这边是一个七胜一平两负的一个战绩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这场比赛的定位就是 米宝在人气实力高于这个艾克赛特城的情况下 近期状态也要比艾克赛特城要好啊 所以这场比赛的热度方向把他们判断的就是全部都在米宝这边 拿到这个定位的话咱们来看一下数据方面 亚洲初期的话是有给到0.5的啊 也有给到075高档的 那现在的话统一调整到了一个075的中档 那这个调整其实对于米宝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看好啊 因为毕竟这个这场比赛也是在客场作战的米宝来说的话 给到075这个档位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的话也是有一定阻力的 那在有阻力的情况下的话 现在这个档位一直在降低 包括这个0.51之前是有处于过这个超低档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咱们也是比较看好正面的米宝 能够在这个客场顺利赢下比赛啊 好来看一下第二场 第二场是门星和海登海姆的比赛 那门星的话 他们本赛季在联赛发挥比较糟糕啊 取得两胜三拼四铺 目前是鸡九分排的第十一名 那作为升班马的这个海登海姆来说的话 联赛是取得了两胜一拼六铺 目前是鸡七分排在这个第十三名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两堆进气状态都不是很好啊 在人气方面定位的话 门星要比海登海姆要稍微高一些 往季方面在28号这个德亚比赛当中的话 门星是在主场2比1赢下了海登海姆 那进气状态来看的话 门星是取得了三胜两瓶五负 海登海姆这边的话 是取得了近期上比赛取得两胜一瓶七伏 所以近期情况来看的话 也是门星要略好一些 往季也是门星有绝对的优势 那这场比赛的定位 咱们依然是定位的 门星要在人气实力都高于海登海姆的情况下 热气热度也是非常高的 那咱们再带着去定位看一下亚洲给到的数据 亚洲初期的话是有给到这个一个的 但是统一大多数都是给到075的一个中党 现在的话统一调整到了一个中低党 这个一个中低党其实对于门星来说的话 也是一个正面的看好 其实和上场比赛比较相似 因为都是这个强弱的对话 正面的看好给到超级党 其实就是在保护门星在主场能够顺利打出 好那这场比赛的话 咱们就给兄弟们这个说到这儿 最后的话给大家这个总结一下这三场比赛 第一场的话咱们是看好米宝 结论是主副比分是1比2和1比3 第二场的话咱们是看好门星 结论是主胜比分是2比0和2比1 第三场的话咱们是看好伯罗尼亚 结论是主胜比分是2比0和2比1 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 一共带来三场比赛